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6号报道称 随着近日国际空间站漏气问题日渐严峻 美俄两国航天局已经要求宇航员 采取一系列的紧急应对措施 目前国际空间站里有三名俄罗斯宇航员 和四名美国宇航员 报道称 国际空间站的漏气问题 于2019年首次被发现 已经持续五年 但从今年开始 漏气速度出现暂时性加快 根据美国航天局10月底发布的报告 目前国际空间站存在四处裂缝 以及50处令人担忧的隐患 每天有超过正常标准2至2.5磅 约合0.9至1.1千克的空气泄漏 今年4月 国际空间站的空气泄漏速度 一度达到每天约3.7磅 约合1.7千克 随后 俄罗斯宇航员用密封剂和打补丁的方法 覆盖了所有已知裂缝 之后每天的空气泄漏量减少了约三分之一 但仍没有停止 美国航天局监察长办公室 已将国际空间站的风险评估等级提升至最高 国际空间站始建于1998年 是以美国和俄罗斯为主 日本 加拿大 欧洲航天局 成员国等联合参与的国际合作项目 国际空间站设计服役的期限 是到2015年 但是两次分别延长到了2020年和2024年 如今超期服役了近十年 部分设备的使用寿命明显超过了原先的设计期限 根据美国航天局的报告 国际空间站上有588个部件超期服役 美国太空网站称 俄罗斯计划于2028年退出国际空间站 而美国及其他合作伙伴则承诺将其运行到2031年 但是现在美国航天局可能需要加快计划了 国际空间站漏气到底有哪些危害 持续漏气5年 问题为什么迟迟得不到解决 风险评估等级已经提升到了最高 下一步该怎么办 国际空间站还能用吗 带着这些问题 我们进入今天的疑问到底 专家表示泄漏的速率达到了每天220克空气 并不会对航天员产生威胁 那这是什么概念呢 根据此前的报道 这相当于某个舱段外壳上 有一个大小约0.1毫米的孔 目前国际空间站的漏气速度远超过这一数字 而且还存在着4处裂缝 以及50处令人担忧的隐患 那这些裂缝又是如何产生的 到底有什么样的危害呢 目前整体的泄漏的速率 这个是裂缝产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那么现在老化问题日益严重 甚至目前的这些裂缝漏气的问题 有可能会威胁到航天员的安全 所以说也两国对此采取了一个 比较审慎的比较重视的态度 那么这个从保证航天员的生命安全的角度 也是必要的 根据美国航天局的初步调查 漏气问题很可能会出现在 俄罗斯星辰号服务舱 与货运飞船对接口的转移通道上 刚才也提到了 自发现漏气之后 俄罗斯宇航员也用密封剂和打补钉的方法 覆盖了所有已知的裂缝 那么为什么还会导致国际空间站 陷入危险状态呢 那么从具体的这次的案例来看 国际空间站它的内部 是由多个加车舱组成的 如果说不是在关键的节眼的位置的话 那么某一个舱段即使出现施压 那么只要把它完全封闭 应当说是不影响 整个空间站的整体运行的 但是对于这个星辰号舱 因为我们知道俄罗斯的星辰号舱 除了能够供俄罗斯的航天员 生活和居住以外 它还具有轨道保持 以及变轨的能力 那么这个能力丧失的话 一旦就是发生有些这个空间碎片 有可能会撞击国际空间站的情况下 那它就不能够进行变轨 规避机动 那这个对于空间站的安全来说 是非常非常致命的 自2019年至今 国际空间站已经持续漏气五年了 那为什么五年的时间 这一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呢 专家介绍主要有两点原因 一是在于国际空间站非常庞大 有400多吨 十几个舱段 里面的整个生活空间 比一家大型的客机的内部的空间还要大 而发生泄露的可能 也是非常细小的孔 难以发现 第二就是国际空间站 已经接近寿命的末期 随着服役时间的延长 维修的时间以及成本也会增加 性价比不划算 国际空间站持续了五年的漏气晚击 成为了当前最突出的隐患 美国航天局专家团队担心情况进一步恶化 将会出现灾难性的故障 甚至可能导致空间站解体 针对这一危险状态 国际空间站又采取了哪些措施呢 据了解目前美俄双方均要求太空中的宇航员 做好预防措施 例如存在泄露问题的转移通道 必须始终保持密封 只有运送补给的货运飞船 与星辰号服务舱对接时才会临时打开 美国航天局也已经要求停靠在国际空间站的 美国载人龙飞船 增加临时座椅 已被紧急撤离之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